结婚纪念日 老婆说想为初恋生孩子 她得了绝症 我只是想帮帮她而已 你不要跟我无理取闹 见我已离婚危险 她才被迫打消这个念头 可半年后初恋去世 老婆便把一切都怪在了我头上 是你让阿诚失去了希望 你就是害死她的凶手 她在饭菜里下毒 哄骗我吃下了老鼠药 让我痛苦而死 再睁眼 我回到了老婆 提出给初恋生孩子这天 一腾成得了绝症 我只是不忍心 让她再留一汗 再睁眼 柳如烟正晃着我的胳膊恳求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竟重生了 如上一世一般 她满眼泪水地望着我 老公 我知道这么说 你一时肯定难以接受 我保证就这一次 以后什么我都听你的 我神色复杂地看了她一眼 随后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好 我同意了 柳如烟没反应过来 就算你不答应 我也会 什么 你说 你同意了 我轻笑一声 往沙发后靠了靠 没错 一腾成现在的情况的确很可怜 我们应该答应她最后的心愿 柳如烟脸色稍缓 靠在我的肩膀上哄到 还是老公最好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孩子生下来之后 是要上一家户口的 但是一叔叔和一阿姨也都老了 到时还要麻烦老公出点小钱 好人做到底吗 她说完之后 一直默默观察着我的脸色 出乎意料 我依旧同意了 出钱也是应当的 不过 你我还是夫妻 孩子怎么会上一家户口 不如我们先假离婚 带你把孩子 生下来之后 再做打算 文言 柳如烟有些愣着 她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那到时候 你不会不要我吧 我把她搂进怀里 怎么会呢 如果你不放心 那就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再假离婚也不迟 许事件我太过平静 柳如烟反倒不自在了起来 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每次我提到一腾城 你都会很生气 这次我都要给她生孩子了 你为什么还这么平静 我没回答 想起了上一世的种种事情 届时 我言辞拒绝了柳如烟的荒诞要求 可她却也对我怀恨在心 不仅背着我与一腾城狗合 还在她死后 将一切都怪在了我头上 更是在我生日那天 往饭菜里下了毒性强烈的老鼠药 把我活活毒死 如果不是你 阿诚又怎么会死 不过 我还是已经怀上了阿诚的孩子 你再怎么阻拦都没用了 思绪回神 我看着近代我回答的柳如烟 温柔地笑了 因为我爱你 所以 你想做的一切事 我都会答应 和柳如烟在一起的这五年 我几乎都是有求必应的 在她心里 也把我当成了一个舔狗 做到餐桌旁 为我加了的螃蟹 这可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快尝尝 可由于上一世的阴影 我现在看见她做的饭 便只觉反胃 正当我想拒绝时 柳如烟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屏幕后 整个人的气场 瞬间都温和了起来 抱歉啊老公 一腾城说 自己做噩梦了 我得先去陪她 今年日明天再给你补过 不要跟我闹脾气哦 说完 柳如烟便急忙离开了 而我则直接把饭菜全都倒掉 重新点了外卖 我越发觉得 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 简直就是个笑话 一年多以前 柳如烟家里出现经济危机 当时我和她 正因为一腾城的事 闹得不可开交 我知道后 不过还在气头上 直接把手头上的钱 全部给了她 希望能帮她家渡过难关 而她的妈妈 也因为那件事的打击生了病 她妈妈住院的那两个月 我白天在公司上班 下了班就去医院照顾 喂水喂饭 端屎端尿 比时柳如烟十分感动 跟我说 以后会和一腾城保持距离 好好跟我过日子 可还没过多久 两人便又开始暧昧不清 那笔钱 柳家人到现在也还没还我 吃过饭后 我直接给柳如烟 妈妈打去了电话 她前段时间托我买股 我劝她股票不可靠 让她三思 可现在 妈 您说的那个股票 现在可以投资了 本金就从之前 我借给您的那笔钱里出就行 柳母身心不疑 直接转给了我三十万 小季啊 这是妈所有的积蓄了 你可要上点心 我冷笑一声 当然了妈 你就放心吧 那个股票是稳赔不赚的 切实这三十万自然就归我了 可笑柳母 从前一直和我装穷不还钱 原来手里还这么宽裕 而另一边 我安排跟着柳如烟的人 也给我发来了消息 老板 她和一个男人从医院出来后 直接去了酒店 这是照片 看着图里柳如烟和一腾城亲密的样子 我心中却毫无波澜 之前 她经常借口出差 飞去外地见一腾城 以为我不知道 殊不知一腾城为了炫耀 只是她的小姐妹发图给我 跨年夜 我独守空荡的家 没等到柳如烟一句新年快乐 却在零点烟花绽放的时候 收到了一张照片 画面里 柳如烟穿着浴衣 含情默默看着旁边的男人 彼时我拿着截图闹离婚 柳如烟却连解释都懒得给 我只是顺道去看她 旁边还有其他朋友 是你想太多了 所以现在的我也真的已经免疫了 之后的这段时间 柳如烟更加频繁地和一腾城在外过夜 我则整日泡在公司 同时慢慢地将财产转移出去 直到一个月后 柳如烟在晚饭时 掏出了孕检报告 老公 我终于怀上了 你也能放心了 我强人恶心摸了摸她的头发 是啊 那我们也得快点离婚了 好赶时间给孩子上户口 她点点头 把头埋在我的怀里 老公 一腾城知道你答应之后 特别高兴 就是她让我问问你 既然能假离婚 能不能再出钱 让我们假结婚一次 就当给她圆梦了 柳如烟的话 真是一次又一次 刷新我的底线 她和一腾城结婚 竟还指望着我来办 可我依旧面色不变 爽快地同意了 当然可以 不过最近 你妈买股票 花了我不少钱 一时手里还真拿不出太多了 不如你先让一腾城去借点 等回头我手头宽裕了 再不及你们就是了 柳如烟有些不高兴 她祝愿花了不少钱 也都是她妈去借的 现在谁还会借给她啊 随即又过来拉我的手 再说 买股票能花多少 你多少出一点 我们就满足了 我没说话 直接打开手机 让她看了眼股市 即使不懂行 可明晃晃的红色数字 还是吓了柳如烟一跳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妈竟然赔了三十万 这到底是什么股票 而我叹了口气 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这个股票是咱妈非得让我买的 我劝她也不行 这几天 我怕她太伤心 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呢 一直用着自己的钱 先帮她垫着 文言柳如烟脸色缓和了些 也不敢再提让我出钱 给她和一腾成办婚礼的事 老公你最好了 这件事 我会找机会跟妈说的 还得靠你先撑一段时间 她不知道 这是我找朋友做的虚假网页 这钱 我根本就没用出去 这些日子 柳如烟一直待在家里养胎 甚至还把一腾成给接了过来 两人光明正大的 趁我不再亲热 柳如烟不知道 我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都装了针孔摄像头 她和一腾成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此刻看着监控里 两人在沙发上拥吻的视频 我只决反胃 把这些证据都保存下来后 立刻联系了律师 起草离婚协议 关于财产分配问题时 我只提了一个要求 那便是要让柳如烟净身出户 从前她花我的钱 去到贴一腾成 我不是不知道 甚至连一腾成刚开始住院的钱 也都是柳如烟出的 只不过因为爱她 所以偏自己一直忍着 如今能转移的钱 我都办好了 剩下的固定资产她 也一分也都别想分走 回家后 柳如烟立刻从一腾成的身上站了起来 脸上还带着可疑的红韵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也没给 我发消息 她有些心虚 手上还在整理着自己的衣服 而一腾成则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置可否 将身后的月嫂往前推了推 她是我特意找的人 吩咐了要将柳如烟的胎养得大些 柳如烟身子本来就虚弱 到时候可有她瘦的 这是我给你请的高级月嫂 以后你养胎的事 就交给她全部负责 柳如烟果然十分高兴 直接凑近想亲我一口 却被我侧头躲开了 好了 先别急着亲热 还有这个协议 你签了吧 说完 我便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了她 柳如烟结果扫了一眼 看到近身出户四个字后 脸色也沉了下来 继波打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让我近身出户 我耐着性子跟她扯 我都为你考虑这么多了 你也得为我考虑一下吧 万一离婚之后 你拿着我的一半财产 跟一腾成跑了 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 柳如烟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心虚 狡辩道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说到底 还是不够信任我 真没意思 这协议我不会签的 一点都不公平 一腾成也附和道 都说了 我们只是朋友 你怎么还是不相信呢 他穿着我的睡衣 此刻还脱了鞋子 踩在我最爱的大理石桌上 样子十分嚣张 而我的耐心 也被彻底耗尽了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不相信你们 随后 我直接拿出了 他们亲热的视频开始播放 就凭你婚内 出轨这一点 我就有资格 让你近身出户了 柳如烟急了 脸色仗得通红 不这样做 我怎么怀上孩子 这也是你允许的 现在又反过来怪我 而一腾成 也狠狠地瞪着我 仿佛要把我看出个洞一般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男人 出而反而 毫无责任感和担当 要不是我身体不行 当初一定不会把如烟让给你 此刻我忍无可忍 直接给了他一拳 一腾成倒在地上 右脸被打得明显红肿了起来 报警 柳如烟只好咬着牙 把字给牵了 他收拾东西时 我全程盯着 愣是没让他带走一份值钱的东西 临走时 柳如烟情绪崩溃了 纪伯答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了 到时候别哭着来求我原谅 我耸了耸肩 放心吧 像你这种货色 我不会和一腾成争的 还得助你们天长地久啊 他们把门关的震天响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而那个月嫂 也在我的授意下跟他走了 随后我则 反手打了物业的电话 让他上来换下锁 顺便把柳如烟的人脸识别给删除了 以免柳如烟再偷偷摸摸 回来拿东西 做好这一切后 刘母却又来联系我 她的语气十分慌张 小记啊 那个股票是不是出事了 这几天 我都拿自己的钱贴补她 今天没有按时给 她便着急了 而我便把赔了三十万的事 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怎么可能 这股票会赔得这么厉害吗 刘母在电话那头大喊 说都是我怂恿她投资的 一切损失都要我来补上 你也知道 那是我的养老钱 做人要有良心的啊 我讽刺地笑了 从前就是我太惯着柳家人 才让他们变成 现在这副 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如今我和柳如烟都离婚了 还怕他们做什么 不可能 劝我也劝过你了 你现在想要 晚了 我慢条思理地喝了口茶 瞬间觉得 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 刘母猛地一拍桌子 你在放什么屁 你就不怕 我跟如烟说 让她和你闹吗 她的态度十分理所当然 仿佛笃定了 我会因为柳如烟低头一板 而听到这话 我只觉心凉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起在医院 待过一段时间的 我对她尽心尽力 比亲儿子还要孝顺 可她现在却是 这副无耻的态度 看来是她和柳如烟 还真是一脉相承的无耻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跟柳如烟 已经离婚了 你们家的事 我以后都不会再参与 此话一出 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柳母声音中还带着颤抖 你说什么 你和如烟怎么会离婚 不一直都好好的吗 两口子吵架是常有的事 怎么能动不动就要分开呢 见她还是不信 我直接将离婚协议 拍了个照发了过去 随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将柳家人的联系方式 全都拉黑 眼不见心不烦 这么多年 他们把我当成血包 却丝毫不知感恩 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 可不想柳如烟 又气急败坏地来责骂我 你说要离婚 我也签字了 谁让你去跟我妈告状的 害得我被一顿数落 你不就是想报复我吗 告诉你纪博达 我永远都不会低头的 听着她这副一份甜蜜的样子 我只觉可笑 都到现在这种情况了 她竟然还只是觉得 我再跟她赌气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没事就别联系我 挂断电话后 我将她的对话框 也设成了免打扰 任由她怎么破防 我都不回 可下午 他们一家静直接找上了门 小记啊 我知道你在里面 叔叔阿姨是带如烟来 跟你认错的 他们在外面可静敲门 我被吵得不行 只能让他们进来 一向心高于鼎的刘母 此刻却满脸堆笑地看着我 还为我带了一箱水果 如烟她不懂事 跟你说话啊 难免会拌嘴 你啊 看在叔叔阿姨的面子上 就原谅她这一次吧 柳如烟脸色很不情愿 似乎受了极大委屈一般 可我知道 她家里人 一直都把她当成一个摇钱树 如今见我不高兴啊 自然会各种骚扰她 都别说了 柳如烟愤愤愤地瞪着我 要不是我妈非得比我来 我压根就不想看见你这张脸 她刚说完 便被刘母给打了一巴掌 怎么跟小记说话呢 你的丫头 真是越来越没有教养了 柳如烟狼狈地坐在地上 手也放在腹部 似乎十分痛苦 我轻笑一声 连忙挡在他们中间 你们要打就出去打 她一个孕妇 要是在我家出了事 我可是有口也说不清啊 柳母眼睛一亮 如烟 你怀孕了 这可是太好了 来来来快起来 对啊 她怀了一腾成的孩子 估计也有两个月了 我直接当众说出了这句话 惊得柳父柳母 嘴巴都合不上了 一腾成现在应该 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不然我开车去送送 让你们见见新女婿 柳母率先反应过来 扯着柳如烟的头发 就不管不顾地往外面拖 你这个贱人 结了婚 还跟那个不安分的小子 混在一起 她能带给你什么好处 现在就因为你 小季 要和我们全家都断绝关系 我今天不如 就把你打死算了 柳母的表情认真 手上也在用力 毕竟比起一腾成 我的条件确实算是 十分不错的了 柳如烟被打得连连惨叫 可我的心里却只觉痛快 季博答 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还在看笑话 柳如烟哭着扑向我 被我侧身躲开 你给老子戴了那么久绿帽子 还指望我能管你 做梦去吧 柳母闻言 更是脸色一沉 小季 你放心 妈心里 你只认你一个当女婿 一腾成那混小子 阿姨不会放过他的 随后他说完 就要带人去医院里 赌一腾成 柳如烟哭的梨花带雨 妈 一腾成他身子不行了 你们要是对他动手 那是会出人命的 可为了让我解气 柳母还是带着人去了医院 还给我打了视频 一腾成被骂得抬不起头 病房门口堆满了看笑话的人 以后你再不要脸 来勾搭我女儿 我就 让你永远都住在医院 回家后 柳母又满脸对笑着哄我 可我还是坚定地 永不原谅的态度 见我油烟不尽 柳母也急了 她指着离婚协议说 不管怎么样 我女儿在你家也住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 你想一分都不给她 不可能 随后 她又和柳家其他人 一起哭着在地上撒泼 让我还钱 动静之大 甚至都惊动了邻居 我的耐心也彻底耗尽了 反手打电话报了警 当警察把他们带走时 柳母还在不死心地跟我要钱 我终于想明白了 那个股票 就是你骗我买的 你就是想要我那三十万养老钱 我没理她 直接转身回了家 经过这一遭 柳家人也消停了不少 只有柳母和柳如烟 仍在纠缠着我 柳母每天晚上都会找我卖惨 说那三十万 是她一辈子的积蓄 让我多少赔给她点 而柳如烟 则是为了一腾城 一腾城的身体情况越发恶化 手术也越来越烧钱 她还想让我给一腾城出医药费 说我不能见死不救 别把我想得太好了 她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笑了笑 只带冷静气过去 便和她领离婚证 可没想到 柳如烟为了一腾城 竟然找到了我们公司来威胁我 她散播谣言 说我要抛弃她 还坑得她净身出户 完全不顾我同事 看她如同智障一般的眼神 我赶到之后 一把就将她拉了出来 柳如烟 你给老子戴绿帽子 还怀了别人的孩子 是怎么有脸跟我要钱的 不给你 你就来这里诬陷我是吧 文言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仿佛没想到 我会主动把事情说出来 柳母也在此时赶过来 护着柳如烟说我欺负她 要我赔偿精神损失费 我笑了笑 都说了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去找你的新女需要啊 柳母不懈地撇了撇嘴 她一个快死的人 连医药费都出不起了 哪里还有钱给我养老 我看了眼柳如烟 说道 可我听说 一腾成签订了捐献协议 奖金至少也有五十万呢 柳母的眼睛亮了 立刻拉着柳如烟就去了医院 自此之后 柳母便缠上了一腾成 再也没来骚扰过我 不过 通过我安排的月嫂 我还是能听到他们的消息 短短半个月 一腾成便被柳母折腾得不成人样 那时她的卖命钱 又怎么会轻易给出 柳母便日日不让她睡觉 守在她的床边数落 不管柳如烟怎么劝阻 都不听 一腾成日渐绝望 只好把五十万给了她 而与柳如烟彻底决裂了 我赶到的时候 两人还在吵架 柳如烟挺着大肚子哭喊 我也是个孕妇 我能有什么办法 一腾成则不耐烦地冲她吼 那也是你 自愿给我生的 少来道德绑架我 我这才知道 原来柳如烟是主动 要给一腾成生孩子的 闹到现在这样 也是她咎由自取 随后我推门进去 直直地看着他们两个 一腾成在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止不住地咳嗽 谁让你过来的 快给我滚出去 之前我们每次见面 她都习惯了嘲讽我 如今被我看到 这副狼狈的样子 比要了她的命还难受 我冷笑一声 你不用急 我是来接柳如烟领离婚证的 而一旁的柳如烟 却缓缓给我跪下了 病房内的气氛也尴尬了起来 当着一腾成的面 柳如烟开始哭诉 自己有多么后悔 几日不见 她的气色表面看起来虽好 可眼神里却有藏不住的疲惫 我真的错了 老公 求你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 只要你愿意接我回去 我就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打掉 这段时间 我一直让月嫂精心照顾她 孩子 其实只有三个月 可柳如烟的肚子 看起来 却有五六个月那么大了 不等我回答 一腾成便随手 拿了个东西扔了过来 你这个贱人 竟然想打掉孩子 你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勾引我的吗 柳如烟毫不示弱 捡起那个东西扔了回去 不偏不倚 刚好砸到一腾成的头上 我为了你 抛弃了稳定的生活和家庭 可你给了我什么 两个人剑拔弩张 眼看着还要闹上许久 我直接把柳如烟给拉走了 不管他们怎么样 眼下最重要的是 领了离婚证 否则柳如烟出了事 我就难以脱身了 车上 柳如烟还在不停地哭哭啼啼 期盼我能心软 难道你忘了自己曾经说过 会一直陪着我吗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真的舍得放开吗 听着这些话 我只觉恶心 明明出轨的人是他 可现在却又把一切错都推到了我头上 我没理他 直接拽着他 去领了离婚证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都仿佛获得了新生 柳如烟缓缓地蹲下来 求我送他回去 我知道现在的事 你一定不会原谅我了 这一切都怪异腾成 我要回去找他 要让你明白我的心思 看着他近乎疯狂的表情 我猛地想起来 上一世临死前他的样子 心中也涌起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 到医院后 柳如烟直接扑到了一腾成身上 狠狠掐着他的脖子 一腾成虽然虚弱 可毕竟是个男人 力气比柳如烟还大上许多 他猛地一挣扎 便把柳如烟给反推到了地上 柳如烟的肚子 也被摔得直接大出血 一腾成呆呆地看着他 脸上又哭又笑 而我则默然地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狗咬狗的样子 后来孩子没能保住 柳如烟也没有抢救过来 他躺在病床上 一直喊着要见我 纪伯答 你是重生过来的对不对 我都想起来了 那个月嫂 也是你故意的 我没有否认 默然地看着他 对 我就是恨你 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 原本柳如烟是 还有一丝生机的 可他肚子里的孩子 过度汲取母体的营养 导致不久后 柳如烟没有挺过来 直接一尸两命 送到了火葬场 不过我心里 没有丝毫愧意 这都是他们活该 钱是我死前 痛得也是肝肠寸断 如今柳如烟 只不过是体会到了 我当时的感觉而已 而一腾成经过这件事 则被刘母直接给折磨死 每天都痛不欲生 临死前 一腾成报了警 还留下了遗嘱 说要把那五十万 全部捐给福利院 可刘母早就花得差不多了 哪里还有钱拿出去 他又来求助我 却发现我已经搬走了 气得他 又打电话过来骂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我反手把他拉黑 最后没办法 刘母又只好把老家的房子 也卖了出去抵债 他无家可归 搞得柳父也和他离了婚 他也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不久后便得了精神病 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疗养 而我则继续在公司工作 没有了家庭的拖累 谈下了好几个大单子 后来我被上层赏识 一路升职 还被老板介绍给了 他的女儿林又威 我们相见恨晚 彼此的气场都十分契合 半年后便正式订了婚 林又威十分依赖我 长得也比柳如烟好看许多 最重要的是 他十分懂得边界感 从来不会让我吃醋 我生日那天 林又威还下厨 给我做了一大桌子菜 正当我们要庆祝时 他又从包里掏出了 一个运检报告 老公 我们要有一个孩子了 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煞时 我感动的热泪盈眶 而老板也十分高兴 在得知后 大手一挥 又给了我公司10%的股份 放话说 退休之后就让我接班 我抱着林又威 满足地亲了他一口 往后